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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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做出一丸子来 但可能还会有点别的东西 但肯定不会用电汉 能清除萝卜的水分特别大 是吧 对 没错 而且萝卜本身 像这种微轻萝卜 它可能和含水量 基本上能在60%以上 真的水分好大 好 基本上差不多了 结果够了 大家看擦好的萝卜丝 对 擦好的萝卜丝已经搁这了 出水了 对 出水 我们就让它出水 完了后下一步 我们做点水 做水的目的是焯萝卜丝 对 做什么是焯萝卜丝 第一是焯萝卜丝 咱们在吃的时候 它可能会有一种萝卜的味道 色味 对 我们先拿水焯一下 完了后第二是干嘛焯 它是为什么 让它回软 一会回软的时候 我们做完的时候 它就会成形 因为你要那么糟的话 你看它挺 它怎么着也不行 但你软的时候 它就没有问题 它就会成形了 所以从这一步开始 赵斌师傅已经让我们慢慢地解开这个谜了 为什么用萝卜丝 不用淀粉 也能让它成形地做成丸子 对 这也是一个关键的步骤 就是要把萝卜丝焯水 对 好 我们水开了 我们把萝卜放进热水里面 这个焯水要焯到一个萝卜丝软烂的程度 不用 稍微焯一下 稍微软一点就可以 因为这个很容易 你要焯软烂 到时候一挤就灭了 还不要它那么绵软 对 还留一点它这种质感在里面 没错 明白了 反正掌握就是看水一开 就可以把萝卜盛出来了 没错 盛出来以后 我们是不是要好好地把它的水毙掉呢 盛出来以后 我们先要过一下凉水 对 主要也是因为凉水拔一下以后 能把那个萝卜 碧绿碧绿的颜色 再给它提出来一下 没错 好了 差不多了 那我们是把凉水搁这里呢 还是 没有 我们先倒出来 先控一下 好 来 帮我拿一下 好 真漂亮 拔着这个萝卜丝 我们现在干什么 是 拔好了 那就拔 就拔这么一下就行了 对 不用它就特别凉 好 我们用手感觉一下 这萝卜丝的 这个 现在的硬度 确实是 就不到它一捏就会断 断 但是它已经绵软了 先把水给它去掉 你必须不能挤得特别干 一滴让它含水 但是又不能含太多 含太多 一会儿你钻的时候钻不开 就是它不合 要是全没水了 吃着会 就是跟柴火似的 道理我都懂了 但是就到底要什么程度 干吃程度就应该这样差不多了 到目前为止 我还是觉得很奇怪 刚才赵斌师傅说 还要加一点海米 除了海米之外 难道就真的只用萝卜丝吗 我们居然还会用到腰果 对 用到腰果 花生 松子 这种坚果类的都可以 你也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 咱们吃的那瓜子仁 也可以 因为它每个提的香度是不一样的 那就是说 这个丸子的主要的料里面 除了萝卜 还有坚果 对 还有坚果 主要我觉得是因为 坚果里面那种油脂的香味 跟这个萝卜自身的那个清香味 合在一起 没错 我们先把这个海米给它切碎 哎呀 那坚果要想弄碎了 是不是 不是很容易啊 可以没问题 只要坚果酥的话 我们家里有强的拿擀面杖 就是只能擀面杖 对 要是没有调料的话 拿刀拍一下 那还是松子好一点 对 松子 你会不会太大了 待会我们会用擀面杖吗 拿来吗 不用擀面杖 弄刀就行了 刀本拍 对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 差不多了 当然海米我们就看别碾成切太碎 切太碎的话你就没有口感了 但是你也不能说切太粒太大 粒太大的话假如牙不好会碎牙 别忘了我们这是做丸子 还要碎一点 对 好 我们先把这个海米搁里头 这个我看的已经很碎了 所以这个海米要水泡发一下吗 还是干干的 干干的 因为为什么本身海米我们拿来的时候 基本上是洗一遍给它晾干 因为不喜欢它有外头沙子 显然今天赵斌师傅手边只有摇果 假如它有松子 对 它生 你这全都带来了 对 你这样做的对吧 可以 这个其实挺适合过年过节的时候 因为那种时候家里一般都会备好多的小零食 大家看这个坚果大概要弄到多碎 坚果的碎度跟海米差不多 比还是上次大减点 因为海米是提味的 但是坚果是提口感的 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不喜欢为什么用擀面杖 因为擀面杖你用劲不好 它却能变成粉 粉末 但是吃着口感就没有利好 那就混在里头了 对 没错 还要保留一点它的结构感 嗯 好了 好 完了 现在我们再做下一步 下一步是什么呢 下一步我们是先用用到这个 嗯 这个是 这个是 面包糠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 或者我们是叫内粘盒 或者是外粘盒 这是外粘盒的主要工具 知道 那我可以理解成 就是今天的这个萝卜汁 能够变成一个成型的丸子 用面包糠 当壳 当壳 当壳是它最后的一个定型步骤 对 但是呢 因为这个面包糠啊 颗粒比较大 嗯 所以呢我们要先拿大腿给打一下 变成粉状 那你吃到嘴里才好 好 我们先回到正题 我把这个 打碎面包糠 对 嗯 好 我们把这放好了 然后给它 还挺有效果的 嗯 看 我们打开看一下啊 因为要不盖这盖吧 它一会儿铺开会有很多 是 就粉尘很大的 好 我们看看 到处来看一下 打到什么程度就合适了啊 这会儿有点 有点什么啊 嗯 要我说 已经完全看不出 刚才是面包碎了 面包卸了 所以打完了之后的效果 其实就是颗粒比较粗的淀粉 嗯 没错 但尽量让它匀腻的 对 因为这个粉丸 为什么我们要吃什么 就是让它里面跟海米 颗粒粗有区别 区分开 对 区分开会好做一点 好 那那咱们接下来是怎么着 还有一步 两只鸡蛋的蛋清 嗯 好 这就相当于是做一个糊了 其实对吧 对 这两个东西我们准备好了 嗯 完了 下一个是什么 我们该把这个调味 这个调味很简单 我们不用放很多的东西 我们第一 放一点点石三香 嗯 这个石三香呢 是增加它在香气用的 不 但是呢 不要放太多 给它一点复合的香味 对 一点点就够了 嗯 嗯 嗯 出来了 好 好 差不多够了 少许石三香 对 完了 少许盐 少许盐 为了不盖住那个 但是这个 味青萝卜的味 对 盐呢 不用搁太多 为什么 因为海米本身已经是 已经是咸的了 所以我们不要搁太多 盐 要味后很咸 不搁太多调料 就是为了不盖住 味青萝卜那种特殊的香味 对 这时候呢 我们给它 抓匀 嗯 在抓这个的过程当中 我们确实还是无法想象 这个东西随后变成丸子 因为 现在是散的 是吗 感觉它 没有 没有准备成为丸子的 任何的这个迹象 是吗 嗯 但是当然了 我们现在 赵斌师傅还备了 蛋清 还有刚刚打好的 这个面包蟹的粉 有了这两样东西的帮助 应该是有希望的 对 好吧 现在这个东西我准备好 我需要你帮我 裹完吧 再到这里摘一下 对 我到这里摘一下 这事我愿意 我给人扔进去 我给人扔进去 你给我扔 我把这扔进去 没关系 把谁扔进都行 我把这 完了您就在这里头 一裹就行了 好吧 好 就是我最后现在做的这个 就是我们定型的 在下锅之前定型的最后一步了 对 那我是多蘸点好 还是少做吗 蘸匀它就行了 做一锅油 做一锅油 要干嘛 炸丸子 炸丸子 虽然是素丸子 但一样很值得期待 但是那个炸丸子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有人抱怨 说你今天炸这锅丸子 窝油了 这个是跟油温也有关系的 对不对 对 窝油是什么 是因为它油没出去 憋在那个肉里跟食物里面 我们基本上 一般炸东西 出锅之前一定要高油温 高油温是因为它 利用热涨的所有原理 它涨了以后 它所有的东西才能吐出去 假设你要是越冷 或凉了 它越来越吸越多 越来越吸多 所以就是说我们丸子下锅的时候 要在油温比较低的时候下去 可是出锅前一定要用 大的油温烘它一下 对 烘它一下 让它把那个油给吐出来 然后这么着还会 这个步骤很重要 这个步骤可以直接解决 我们说的那个所谓 窝油的问题 对 也就是让好多人反感 炸丸子的那个 那个关键点 没错 这个就是在油温升上来 可是还没有用最大的油温 去逼出丸子里面那点 窝进去的油的时候 出来的一个丸子 我们怎么判断就差不多了 我拿一个盘 判断是这样 第一个是颜色已经很深了 就再说就糊了 再一个是我们上到那个泡 基本上就比刚才下的时候要少了 它油温已经够了 明白了 看两样 一个是丸子外壳的那颜色 变得焦黄了 一个是油面上的那些白色的气泡 变少了 对 没错 来可以现在可以比照一下了 这个是火候对了的时候的丸子 我们拿一个小刀过来 可以切开看看 不用看 你现在看这个丸子里面 你看它现在我要挤了 你看有粉链 看到吗 这个你看我挤了 油出来了 但是你看我炸上这个没有 我怎么挤它是脆的 它就挤不出来 而且这个外壳结结实实的 对 穿住了 对没错 知道吗 所以在这个看 就是这个就差 基本上差半分钟的 真就是半分钟的光复 就主要是 而且它颜色上 它那个油 它那时候它出不来 它就全都在在里面 你这么吸的时候 你这么显然能看出它的油 所以如果着急出锅 是这个效果的话 那所有人吃完以后 从此就恨上丸子了 对没错 好 现在我们马上盘 好 这就算完了 对 这就是今天的成品了 这个成品是已经出来了 但是我们需要给它两种调味料 第一种 假如因为根据个人的喜好的口感来说 我们可以放胶盐 这个我喜欢 对吧 再一个是什么 我们用一个小碗 很简单 醋 少许 酱油 酱油 酱油要是没有 因为酱油颜色重 我们放生抽也没问题 醋 酱油 对 香油 香油 这是叫三合油吗 对 三合油 完了后再放点蒜 好 炸完了丸子 我觉得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 就是不要像我们俩这样聊这么久 因为这东西放凉了就不好吃了 对 趁热吃吧 一咬极酥的口感 搭配果仁和海米提味 香喷喷的素炸丸子也很精彩 看得您垂涎欲滴了吗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它的制作过程 第一步 将萝卜擦丝 焯水后将多余水分挤干 将萝卜丝腰裹碎海米碎搅拌均匀 第二步 将处理好的萝卜捏成丸子 均匀滚上面包糠备用 第三步 油烧至五成热 将丸子逐个下锅 炸至金黄色 捞出控油 pong炸子 这 Foundation 达码 下锅 下锅 di 班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